Hello大家好,我是RT 相信大家最近应该都知道这则震撼的消息 2024年才过三个月就带走了一位漫画界的矿世大师 感谢鸟山明大师陪伴我们度过无数的岁月 在此请接受我的元气,愿您一路好走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鸟山明大神一生创作过些什么作品 又经手过哪些经典的游戏与设计 那么首先就是他的第一部当红漫画 怪博士与机器娃娃 故事讲述天才博士哲卷千兵卫 制造了一只超绝生命人造人哲卷阿拉雷 就这样在偏僻的七儿春发生了搞笑故事 甚至在早期的台湾他们两个名字 还被翻译成丁大饼跟丁小宇 也是令人坦为观止 而怪博士与机器娃娃在那个奔放的时代 有些额同不一的剧情也是很正常的事 于是咱们的鸟山明大神就这么从这部作品开始发迹 阿拉雷后来也在七龙珠里面客串演出 我想七龙珠人造人类的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吧 甚至18号根本就是阿拉雷的最终进化版 还有在最新的七龙珠超里面 阿拉雷还痛扁了贝基塔一顿 可怜的贝基塔 在七龙珠超剧组的折磨下 不得不变成一个专门搞笑的丑角 不过咱们鸟山明大神的第一部漫画 其实是1978年的一部短篇漫画 讲述江湖时代有一位外星人来到地球 寻找传说中的战士 帮他消灭外星家乡的怪物的故事 是不是有点纳美克星的感觉呢 而那位眼熟的外星人就是怪博士与机器娃娃里的 暗恶剑态的原型 也就是酸梅超人啦 后来的第二部短篇漫画 迷的雷英杰克 用来投稿青年Jump上 不过最终并没有入围 毕竟这部作品使用了各种星际大战的人物设计 一开始就少了许多原创性 不过中间的那位眼熟主角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就是后来怪博士与机器娃娃里的 空斗力金团 同时也是柯林伊斯特年轻时出演的警匪片 紧急搜捕令宗的扮相 还有这部作品的世界设定 干燥地带不会降雨的设定 倒是成为了后来两部作品 PINK跟SANDERLAND的主要由来 最后来才是他首部以漫画家出道的短篇作品 王达艾朗斗 本来这部作品根本就没有入选 而是刚好有空位可以塞 就这么让鸟三名大神出版 因此这部的读者评价 自然是在最下位的第十位了 不过有趣的是 他居然还有二 这么鸟三名大神 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大神 再后来的 作为他跟编辑鸟岛的打赌之作 要是这部作品在问卷里获得前三名 就让怪博士与机器娃娃作为主角 否则就是照鸟三名的意思 让哲卷千兵卫作为主角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而这部作品的封面一看就知道 是怪博士与机器娃娃的成熟连孔版 讲述少女警察赤井思真都的故事 因此也就是在这些经验的累积下 才造就了怪博士与机器娃娃的诞生 但呢就算有连载漫画在线 这门鸟三名大神 还是有继续短篇漫画的创作 童年的这部 Pola Andoroid 讲述一位太空继承车司机 碰上外星球的正义伙伴女主 两人一起对抗格庚母帝国的故事 甚至从这部作品也可以看出 咱们鸟三名大神 从以前就喜欢一言不合就结婚 有趣的是这部作品 还有让怪博士的笑诞大王来客串反派 甚至里面的反派还戴着阿拉雷的手表 十分搞笑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蛋 当时的主角向反派要求太空船 反派魔王便给了他一颗蛋 然后蛋里的毛毛虫就渐渐地长成了一艘太空虫 也是相当有趣的设定 我想这应该就是后来七龙珠布马胶囊的原型吧 而这部偷搞Jump爱读者赏的作品 最终让鸟三名大神获得第一 也得到了欧洲旅行的奖励 接下来1982年的Pink 故事就是发生在一年都不下雨的沙漠城镇 一位叫Pink的女孩开着鸟三名经典漂浮车 去偷白银公司的水来卖 就这样遭到保安官孤然地收查 最后发现白银公司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水可以卖 而这部作品也加入了鸟三名大神不拿手的恋爱元素 甚至还是在他不太想画女孩子的时候创作的作品 刚好让他拿来练练手 甚至还有那年代很常见的露点福利 因此也不难看出为什么七龙珠早期布马会各种卖福利了 最有趣的是这部作品后来还有动画画 而且还把原本的保安官改得跟午饭一样 再来来到1983年 鸟三名大神出了一部奇隆少年 都是因为当时鸟三名常常看成龙的电影 便想尝试来画画以古代中国为世界观的漫画 而这部作品从画风跟人物设计上来看 都跟七龙珠有87%相对吧 于是隔年影响全世界的七龙珠就这么诞生了 七龙珠到底有多轰动 自然是不用我多说 他的故事剧情大家应该也已经被了滚瓜烂熟 以前电视上演过了每部剧长版 我也是基本没错过 而我个人最喜欢的主线篇章莫过于纳美克芯片 后来的七龙珠GT虽然只是外传 但我个人认为他比最新的只为了打架 而打架的超还要耗上许多 不过不得不说七龙珠超在护七魔人背基塔 还有搞笑与日常层面还是非常强大的 而GT的那首神曲 星渐渐被你吸引 更是我最喜欢的七龙珠OP之一 现在再拿出来听还是非常的强大 至于七龙珠的一大堆改编游戏 我们就等一下再来聊 而咱们鸟山明大神 尽管他已经出了这么一部神作 他还是没有忘记短篇的创作 后来的剑之界 三马出金战士 豆吃狼君 都是蛮有趣的作品 其中前两部也都有动画画可以看 而未来特兰克斯的故事 也是在1992年 鸟山明大神创作的短篇故事 也是到2015年以前 唯一的一部七龙珠番外片 后来还被放到了游戏七龙珠丽 卡卡罗兔里 做成了DLC扩充剧情 接下来就是第三部稍长漫画 Go Go Arkman 故事讲述200岁的恶魔boy Arkman 整天有个超高的想法 想要杀人 殊不知却各种流年不利的无法达成 就这样跟天使战斗 以及其他恶魔互动的搞笑故事 后来甚至还有15分钟的动画版本 以及各种游戏改变 也算是有点名气的作品 不过后来的连载版就是鸟山明兼修 由别人进行绘制的了 接下来就是七龙珠结束连载之后 这2000年的时候 鸟山明大神想画一个老人与战车的故事 就这么创作了沙漠大冒险 而他的故事是在说 由于人类的肆虐 世界大部分的地区都变成了沙漠 最重要的水源还被垃圾国王给垄断 于是保安官欧拉为了找到新的水源 换之泉 不惜找上魔王的儿子 也就是本作的主角贝尔西普一起踏上绿城 而这部作品在去年也出了一部剧长版 明年还预计发行动画版本 这大概是鸟山明大神还在适时 最后一部决定动画化的作品呢 真是让人拭目以待 接下来就是2006年 七龙珠与海贼王的旷世联合之作 虽然很短但还算有趣 甚至后来鸟山明大神 还有为非营利组织 田园会社画了一部 作为他们的环境教育教材 最终战略 是在教导孩子们维护农村资源的重要性 接下来就是2013年的银河巡警 甲口 可说是鸟山明大神 自从沙漠大冒险后 睽違13年 再度于Jump上连载的作品 可说是七龙珠的前传 简单来说就是甲口为了吉洛 掉到地球的悟空 一个不小心撞到月球 只好迫降到大圣德之境 居住了小岛上的故事 而鸟山明也表示 其实这故事早在10年前就已经构筑 数字漫画前十画 完全没有七龙珠的身影 全部都是甲口的日常 因此最后才会出现咱们刚到地球的悟空 以及第一次见到Jump上的小布马 甚至还帮Jump上修好了太空船的天线 不愧是最厉害的天才少女 不过他制作的光线枪就有点吃书咯 当年布马可是请悟空吃子蛋的啊 这把要是直接拿出来 七龙珠应该是马上就结局了 变成布马的冒险故事 而Jump后来也出现在剧场版复活的F里面 就知道Jump上在鸟山明星中的地位之高 不过最好笑的还是Jump上尿尿的地方 只能说鸟山明真的是脑洞大开 这部作品也是那年流行电汇之后 使得鸟山明失去笔筒 所有工作都要使用数位画来完成 所以花了他不少时间才搞定的作品 而这部在设定上又跟特别篇 一个人的最终决断挑战Friza的栗战士 孙悟空之父有所出路 而且这部的单行本还特别收录了七龙珠 命中注定被遗弃的小孩 而这段剧情也在七龙珠抄普罗莉里面被动画画 最后就是被迫上阵的七龙珠抄连载 都还没画到完结 人就这么没了 实在是令人不胜唏嘘 那么说完漫画的部分 接下来就是游戏的部分了 七龙珠系列游戏肯定是都少不了鸟山明大神的份 而我记得很清楚的七龙珠游戏 不外乎就是红白机上的七龙珠例外赚赛亚人灭绝计划 早期的七龙珠游戏大部分都使用卡牌来进行攻防 那个全全体曝光绝对是大家都记得的指令 在那个只有日文游戏的时代能够释出这个指令 除了靠赛就是靠无数次的游玩来发现了 而另一款七龙珠例二机神弗莉莎也是相当好玩 同样也是卡牌战斗指令 剧情刚好就是在最精华的纳美克芯片 搭配丰富的画面与卡牌移动 让人有种深入其境的感觉 不过以前的游戏都对玩家非常的不友善 玩起来的难度可不是那么的简单 而另一款同样也是纳美克芯片的游戏 不过是出在GB上的悟空激斗传 这款就是我最喜欢的七龙珠游戏了 小时候完全不懂日语 还能不断的尝试破关 玩到最后都记住流程可以重破好几次 而这款游戏最有趣的就是它可以练登机 战斗方式则是开打前先选择要使用的招式 在这小地图里移动互相攻击的半动作式游戏 除了故事模式外 还有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模式 可说是相当的有趣 还有超人桑的七龙珠超武斗转二 可以以原小朋友们整天想要对破互充的憧憬 当时第一次玩到也是深深的吸引了我 怎么玩都玩不腻 还有PS的七龙珠Final Bow 有超级赛人士还可以对破 甚至还可以瞬移追击到死 还能够培养一只自己的人物 相当的有趣 其他还有一大堆的七龙珠游戏 这边我就介绍不完了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分享 还有哪些超级有趣的七龙珠游戏 那么除了七龙珠系列以外 鸟山明大神经手设计的另一款国民游戏 自然就是传说中的勇者斗恶龙系列 要不是它创造了那只有眼睛的经典史莱姆 还真的没人知道史莱姆 是可以这么可爱的东西 这边也不得不佩服鸟山明大神的设计能力 能够将如此简陋的草图 化成如此神妙的人物 这就是设计的力量啊 没有鸟山明 还真不知道勇者斗恶龙 能不能这么的红 从此之后 勇者斗恶龙长达31年 11代的系列作 全都是由鸟山明设计 或者一部分主要人物与怪物 基本上是完全脱离不了它了 真的很难想象以后没有鸟山明大神的勇者斗恶龙 会是什么样子 而就在这样的设计基础之下 其他外传诸如特鲁内克大冒险 怪物先进系列 都离不开鸟山明大神设计过的怪物与主角 甚至封面也都是鸟山明大神的插图 而另一款也相当出名的游戏 勇者斗恶史迪 史克威尔加制作的超时空制药 也是由鸟山明大神来担任美术 基本上鸟山明大神那非常好认的画风 应该是只要看到就知道是它的设计 而且FF之父板口博信 也在这游戏里担任设计师 另外还有一款由板口博信担任编剧 发布在Xbox 360上的蓝龙 也是由鸟山明大神进行美术设计 而蓝龙的动画更是出了两季102集 可说是非常的长 不过漫画却是由小电剑跟柴田雅美 个别发行两部完全不同画风的作品 也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操作 其他还有淘太郎电铁的 美卡崩比RX 也是他们鸟山明大神设计的 不得不说它在机器的设计上 也是相当有照应的 不然不会连我很喜欢的动画 空想科学世界少年格列佛 里面的一部分机器设计都交给他来 其他动画还有鸟山明第一次参与的原创动画 1988年的小度大人力玩大人 全部就只有一集50分钟 由咱们鸟山明大神担任脚本与人物设计 可说是鸟山明最早的处女动画 那么勇者斗龙都有鸟山明设计了 打一的大冒险自然也是逃不了干系 而咱们鸟山明大神设计的最后一作 就是明年的七龙珠大魔 脚本跟人物设计都有鸟山明大神的手笔 不知道会是一部什么样的神奇之作 而咱们鸟山明大神经手的设计也不止ACG 就连电视节目 专门制作给三到六岁小孩观赏的儿童像节目 里面的人物设计也是由他来设计 我也是禁了个代 甚至他就连模型公仔都不放过 这次无限轨道挪会的德国女兵 也是咱们大神的手笔 还有这个世界大战系列也是充满了鸟山明大神的风格 还有传说中2005年CQ摩塔子的电动车QVOLT 都有鸟山明大神的身影 其他还有周刊少年Jump创刊20周年纪念人物 周边吉祥物武士拳本田技研工业交通安全手册的人物设计 SuperSense Story 名古屋是东山洞植物园的无尾熊Mark Jump创刊25周年纪念人物Lidon Jump Shop原创人物Jump塔 很多很多都是鸟山明大神的设计 这么鸟山明大神的设计可说是无缘弗戒 举许多多的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设计 大神不是只有奇隆珠而已 很多优秀作品其实都是处置鸟山明大神的神手 很可惜的是这些都已经成了绝项 但是鸟山明大神的风格与精神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心中 那么今天的闲聊就到这边 如果觉得这个影片还不错 又或者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加入会员 或者超级感谢支持一波哟 我是RT 鸟山明我的神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